那本會已經在今天宣告罷免案成立 16號下午中選會宣布 金融市長謝國良罷免案正式成立 插隊後有三萬六千九百零九人 符合規定超過法定連署人數 將在十月十三號舉行 不過先前傳出可能在十月五號 也就是謝國良四十九歲生日 當天舉行投票 對此李靖勇這麼說 投票日期從罷免案成立二十天到六十天 也就是九月五號到十月十五號期間 舉行 充足準備號只剩下三個時間 有鑑於九月二十八號是教師節 中選會認為不應該在老師自己的節日 來擔任選務工作 而十月五號是謝國良生日 十月十二號考慮到有可能民眾排國 慶祝連休 因此最後拍板十月十三號 至於在禮拜日投票 以前有先例 像是臨場左罷免案 或是二零二二年中二選區立委補選 都在禮拜天 罷免通過門檻要有七萬六千九百零九人投同意票 謝國良近日也積極宣傳 希望民眾出來投不同意罷免 罷免案投票在生日後 看來謝市長的願望得好好許了 三週新聞 黃俊傑林區 NC小五 台北周報道